我现在在长沙去广州的高铁上 就上次广州美食Vlog过去之后 那个广州美食Vlog发布之后 就啊好快走 哎还是配音算了 当时我在长沙去广州的高铁上 被一个糯米瓷呛到了 我原本的台词是广州Vlog之后呢 我的信箱快撑爆了 收到了好多压箱底的美食推荐 还有好多外甥外甥女要带大姨吃吃吃的 我都认真记下了你们的私信推荐 谢谢你们 所以这次第一站就是顺德 我身后的这家店呢 就是我这次来顺德要吃的第一家店了 这家店也是粉丝推荐最最最最最多的一家 赶紧走吧 快一点才进店呢 大厅还做了很多等位的人 听口音至少都是广东的 那我就放心了 不会采雷的 这是一家主打沉村粉的名店 感谢粉丝推荐 让我发现了在香港一直都没舍得吃的 鸡油花雕蟹沉村粉 香港卖1000港币 这里只要288 太棒了 赶紧点起来 第一道菜会不会就是我的鸡油花雕大肉蟹呢 嗯 是鱼饼啊 长得蛮朴素的 肚子饿了 赶紧吃一块吧 嗯 啊 嗯 哦 好紧实啊 像我做的墨鱼扒一样 鱼饼上香了一粒粒的小蟹子 还有一股脆脆爽爽的清凉感 应该是放了马蹄粒 但确实咸了一点 招牌的鱼肚鱼绒羹 我觉得太淡了 好在刚吃的是咸咸的鱼饼 用淡淡的鱼羹清一清味蕾 再来迎接我的 诶 是同桌点的排骨沉村粉啊 进来的时候看到每桌几乎都有这道菜 排骨和一般茶楼里的味道差不多 沉村粉很薄很糯 筋盈剔透 粘粘的 嗯 好滑 酱汁不均匀 得拌一下 拌匀之后啊 每粒方毫米都沾上了咸香的酱汁 这陈村粉比我之前吃过的都好吃太多了 那我的鸡油花雕大肉蟹岂不是 来了来了 一只大螃蟹从鸡油色的花雕酒中探出头来 抱着必死的信念 守护着这世上最后一叠纯净如雪的陈村粉 好感人的画面 好浓烈的酒香 只要稍微凑近一点点 就会被一面扑来的酒香直击灵魂 醇厚又温暖的花雕香 肆无忌惮地在空气中弥漫 成村粉在花雕中滚了几个来回之后就醒酒了 粉皮完全舒展开来 筷子上的重量又有了明显的变化 嗯 是时候了 哇 好吃啊 鸡油的口感 花雕的香味 简直绝配啊 缺了花雕会腻 少了鸡油会呛 汤汁包裹着细腻的陈村粉 满嘴油香酒浓 一同爽滑入喉 吃得双颊泛红 回味其乐无穷 连吃了好几碗 简直无法自拔啊 吃完粉想喝口茶休息一下 嗯 发现碟子里的小蟹对我奄然一笑 我的灵魂都要出窍 哦 蟹肉好嫩啊 仿佛刚刚熟 清甜鲜美 完全不沾牙齿 蘸点鸡油花雕吃 汤汁浓郁 蟹肉清新 就像十几岁的小女孩偷穿姐姐的高跟鞋 我的魂刚回来又被勾走了 吃完蟹我已经十二成饱了 但是咸甜搭配的好习惯还是不能丢啊 点了一份炸牛奶 看看这金黄色的外衣多么紧致 色泽多么均匀啊 奶香很浓的 细腻又棉花 并不是很甜 外衣的油花感也比较弱 整体口感很清新 吃起来毫无罪恶感 我们刚刚买单买了416块钱 我开始说错了 这个花雕蟹只要238 还不是288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 有这么大一只螃蟹 而且我现在已经完全变成花雕蟹迷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花雕蟹真的太好吃了 午饭吃完已经快三点了 下午在市区逛了逛 天还没黑 就来了今天的第二家店 好 我现在已经到了今天的第二家酒楼了 这边是一家司库的 点的全是我之前没吃过的东西 首先上的是轮椒糕 菱形的轮椒糕做得很精致 白白净净的 看起来有韧性 嗯 这弹性 来 给姨短一个 咬一口 很甜 网上说轮椒糕不怎么甜的 可能他家是韧性的轮椒糕吧 像是更甜更精致的发糕 这个就是我点的桑拿鸡 虫草花是打底的 上来一个大铁锅 先加热到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再把虫草花和生鸡肉块 赶进去蒸桑拿 别想流 主菜在桑拿 好在鱼生来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草鱼刺生 配一叠鱼皮 以及一大叠配菜 有笋啊 萝卜 蒜拌 姜丝 洋葱 野山椒这些 这品种也太丰富了吧 倒上花生油 加入鱼生 再淋一圈花生油 撒点盐和咸菜 拌匀就可以吃了 要不是刚刚吃了两片轮椒糕打底 我还真没有着耐心拌到均匀再吃 嗯 怎么说呢 这是个没吃过的味道 花生油的滋味很浓 其他笋和洋葱什么的都比较温和 整体口感是脆脆的 鱼生很薄 肉质很韧 缺点就是偶尔能感觉到小鱼刺卡住牙齿 单吃鱼生没有什么特别的 全是蘸酱的味道 还是一大把塞到口里比较韵味 这个叫美食 鱼肉做成鱼生 鱼骨还可以选择蒸或者椒盐 肉好嫩的 用嘴巴稍微抿一下就这样了 顺得人名真实在 你买了这条鱼 那它身上所有的细胞都属于你了 终于 我的主菜即将走出桑拿房 白嫩的鸡肉 在闪光啊 仿佛刚刚沐浴过仙气 还蘸着清晨的露珠 这是什么神仙剂啊 没有别的就是嫩 皮滑肉嫩的 还有弹性 飘着一股复杂又淡雅的香味 为了减肥 我最近都不吃鸡皮了 然而这个鸡皮滑不溜秋的 在嘴里转了几圈之后 才能感受到它的脂肪 还有一股神秘的香气 原来如此 北极做桑拿的不是普通的水 而是鸡肉和药材一同熬煮的高汤 难怪这鸡肉身上 营绕着一股神秘的香气 鸡汤太淡了 完全没有调味 我来加点盐吧 好多了 我觉得我今天一天下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他们这边会把所有的食材 就是只要你买它 把每个部位的操作都给你摆上桌 然后他们还知道要怎么做 让它最好吃 发挥它的最大的美味 吃完出门天都黑了 第一次吃淡水鱼生 还是有一点害怕寄生疼的 车车司机跟我说 如果你外地人到这边吃了鱼生 自己又不太放心的话呢 就可以去药店买一个打虫药 我刚刚就去药店买了一个这样 之前一直跟别人开玩笑 说吃什么草鱼刺生 鸡鱼鱼子酱磕头天妇罗 那今天那个草鱼刺生 我是已经吃过了 就还不错了 但是会有一点点小骨头 也算是尝试过了吧 那现在我就先回酒店了